假期了我们又该好好的管管孩子们了 这两天的沈阳市小学生已经陆续进行了期末考试 孩子们期盼已久的属下是即将来临了 这边家长们愁着孩子的假期怎么过 那边一系列精彩分成的儿童剧 昨天晚上就已经在圣经大剧院拉开序幕了 恐龙归来之小精灵探险G2 讲述了史前小精灵笑笑姐姐和咖喱弟弟重返恐龙世界 去寻找他们思念已久的朋友小龙 一路上遇到各种困难的故事 这部续集不仅保留并加强了第一部剧中 美轮美奂的舞美设计 还邀请了国内知名视频工作室 参与视觉特效的制作 炫目的3D特效奇幻的视觉表现 让观众仿佛身临其境穿梭在剧情之中 真切感受一个关于恐龙的故事 非常好看然后也收获了很多 每年我们都会过来参加 今年是我们来的第七个年头了 小宝贝从吃奶瓶的时候就已经来 今年马上就要上小学了 以后每年我们也会来 因为觉得她对她的收获还是比较影响 还是比较大的 对她的艺术启蒙也会有很大的作用 这部剧的亮点 最大的亮点我认为是在舞台上 会有真人扮演的恐龙 并且恐龙的形体也非常大 在这部剧的过程中 孩子们应该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包括关于生物的知识 弟弟的知识 以及包括勇气的知识 我相信孩子们会有很多的收获了 昨晚的演出也拉开了圣经大剧院第七届 打开艺术之门系列演出剧的序幕 从7月7号到8月29号将有18个项目 共20场演出在暑期与小朋友们见面 原创多媒体音乐剧《十二生肖之兽手传奇》 将抢救兽手的爱国主义故事融入音乐剧中 再现了兽手文物回归的不义与艰辛 超级厨师二支爆笑厨房 以幽默互动燃爆现场 台下小观众跟着台上演员们 在玩耍中学习 还有备受小朋友们喜爱的经典动画IP 塞尔号之逆行世界 除了国内多家优秀团队 辽宁儿童艺术军院 也为小朋友们带来四场备受欢迎的儿童剧 长袜子皮皮 三只小猪 糖果城堡和小蝌蚪找妈妈 记者孙军同号报道